各位机友大家好 今天介绍一盘我的自占围棋解锁 是2023年在新浪上下的棋 这是一盘快胜的棋 本人是70后聂未明时代的棋迷 业余时间的下海棋 人在北美 那么2000年之后 看了很多网络上的零件机械的对集 尤其是AI的对集之后 有了新的思路和理解 那么试着把对围棋新的理解 融合到自己的棋迹当中去 感觉到思路也开口了很多 愿意和广大棋友进行分享 同时我上传的Ut5人的企图 给自己给了一些纪念 也想供一些不愿动脑下棋的棋友 慢慢开启节目 好 下面开始进入棋迹 这期我只黑 新项目是我常用的对局开局 加 那么这里呢 明显也是想终点的经营右边 活完之后 继续跑 那么如愿地走着这道 这个脚步伤了一腿之后呢 我认为白棋这块棋可以活了 那么继续经营右边 同时呢 瞄着攻击中间白棋的热气 继续走了一手之后 黑棋经营右边 我认为走到这里呢 从大市场来讲 黑棋还是不错的 一个关键点点都做到了 白棋必须飞风 黑棋要获取呢 这个 从攻击中获取一定的收益 黑棋呢 利用白棋的热点轻松活棋 白棋呢 继续封住黑棋 这个时候看呢 白棋的形势也极度膨胀起来 那么好在呢 这个地方是白棋是大会收脚 多扰它又 很多空档 那么黑棋的机制打住 顺利的活在了脚步 白棋挂脚 目前的局势看呢 我认为两分吧 可能是黑棋略好一些 那么这里呢 就看白棋出个攻击这块的黑棋了 黑棋呢 应该说也是先捞后棋 目前的实地上呢 也都捞过了 然后把中间的棋活掉 黑棋呢 主动把这个子送掉 多送一首棋之后呢 白棋可以进行外面 由于呢 这手棋不是绝对先手 那么白棋在外面呢 可以连走两手 这样呢 这个黑棋的外面呢 基本上走通了 要么可以连过去 要么可以自己做活 危险呢 系数已经小了很多 目前看呢 也是如此 那么 白棋当然要对上边的黑棋进行攻击 可惜白棋这个很难呢 持住黑棋 黑棋这些是这里呢 可以从头挡在这里 不让白棋呢 进入到黑棋的时空里 白棋的脚上 依然是火棋 白棋进行黑棋 走得过于深入 断了之后 黑棋呢 可以断到这里 那么 比7的话 这里呢 因为这边白棋可以跑 白棋这里面就是三口棋 黑棋可以跑 都不是三口棋能吃掉的 白棋呢 只能默默扯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来看呢 白棋呢 已经成败事 也许是白棋失控落后之后呢 心态上有了一些变化 走得太过于深入了 这里呢 尽管周围白棋有些接应 但是呢 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呢 黑棋呢 得以吃住了白棋打住的子 这样的局势呢 已经完全进入到黑棋的活跃 下面看 黑棋 怎么样把这个白棋的龙夹掉 这部棋不是线手 黑棋 从从处理好了 这个自己的棋 同时呢 白棋这里还没有活 注意 白棋这里面需要两手机在脸上 目前看呢 这块棋可以认为是断的 白棋呢 试图攻击这块黑棋 事实证明呢 这块黑棋 是可以活棋的 那么白棋这边没有眼尾 这边连接不上 自身处于危机之中 估计需要两手机才能扑火 所以说呢 白棋 下到这里就投资人负了 因为如果白棋继续下的话 即使作活了 这边棋的形势呢 也是大差 这边棋呢 可以说是快胜的依据 那么黑棋 无论是布局啊 还是斗力当中呢 都表现的 比较正常 没有走出 冰险的恶手 关键的机会都抓到了 应该说也是 快心的依据 好 这边棋呢 就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祝大家一些顺利 我们下次见